由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所主办的向战事致敬的活动 那么日前是在蒙特利公园市展开 洛杉矶经文处的处厂夏季昌等人 还有很多的民选官员都特别出现这场仪式 对于昔日战场上的英雄将士们献上花圈 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与多个当地社团 在蒙特利公园市市政府广场前举行向战事致敬的活动 对昔日战场上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英雄至上最高的敬意 校友会会长刘焕军表示 在退伍军人节前夕举办这项活动意义非凡 除了希望更多的华裔后代了解这段历史之外 同时也鼓励华裔青年能够积极从军 为和平民主贡献性力 我们之所以主办这个活动有几个宗旨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来为所有全世界 为自由民主而战的退伍军人们 为他们至上最深刻的敬意 第二点呢我们是要特别的强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中华民国的国军是跟美国肩并肩的共同作战 所以一起打胜了这场为了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战争 第三点我们希望让华裔的子弟们 都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这项历史 并且呢让这个历史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 所以后代的子孙都会永远的知道这个事实 是11月11号是Veterans Day 我们在纪念我们以前那些 给我们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跟我们一直来给我们牺牲的这一些兵人 然后呢我们因为11月11号是那一天 我们就早了两天 那么还有一个意义就是 大专联合校友会来 他们要支持我们修这个小的杯 那么就抖泪了他们那个资源 我们就把它修好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活动就是也是 我们的创会的杯来谢谢他们 给他们一个感谢的赞 因为我们下一步 我们就要到Washington DC去 这一个杯是全美国的一个杯 没有纪念中国人的 所以我们要到Federal Government去 洛杉矶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夏季昌 以及洛桥文教中心主任翁桂堂 也分别在活动上致辞 表示和平年代得来不易 希望大家能珍惜生活在现今稳定的社会 以市场蒙特利公元市前市长Betty Chu 黄维刚现任市长梁乔汉 副市长陈战兴 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 中华联合骑队 南加州黄埔亲友联谊会嘉宾等人 纷纷出席活动 以及二战将士亲属和后裔代表 一起向二战的英雄将士们鞠躬 献上花圈之意 中央电视采访报道